有网友重温了宝林灯前传的小哪吒 被这个史上最萌的哪吒美哭了 这么可爱一定是男孩子呀 不过人家确实是一枚萌萌的小萝莉 年纪虽小 然而在一堆前辈戏谷中毫不怯场毫不逊色 看看跟爹爹李靖演的这场对手戏 眼泪说来就来 泪眼朦胧的样子 简直让人的心都要化成渣渣了 看到那委屈可怜的小脸 简直李静一声黑呀 放大点看 有点像刘亦菲早期的模样 没遇见一股英气 又有点像迷你版的张博之 这个小演员名叫宋祖儿 1998年生的 演哪吒的时候才刚刚十岁 而且她还是舒畅的表妹 看看人一家的基因多好 小祖儿从七岁就开始演戏拍广告 没办法就是漂亮 而且好在长大后小祖儿也完全没有残哦 现在她在美国读书 虽然画风不一样 但是还是那么美 并且人家已经有了男票 单身狗们有没有感到一万点伤害 看到这里 网友们纷纷呼唤 宋祖儿赶紧回来拯救娱乐圈吧 下面 下面 聊 zwischen alu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